让我意外的是 王大叔还特别准备了 天津人冬日里的 另一鲜味担当 哎呦 这螃蟹太肥了 是吧 这是咱们天津本地的螃蟹吗 对 这是天津稻田县 看着真的太诱人了 要不说天津说 到这季节特别正肥的时候 借钱买海货 不算不回锅 都是敲逼话 借钱买海货 对 就是这季节 这季节我没钱怎么办 我借 我也得吃 我一手表先搁当铺去 拿点钱出来 我得把它吃 对对对 就这馅吃上 天津人这么做法 对 外地人说不会过日子 借钱买海货的 诱人的橙色 炫耀着此时稻田蟹的丰满 为了能让老哥几个 大快朵頤的吃螃蟹 王大叔要来制作芙蓉蟹斗 天津的运河水系 带来了江南水乡 精巧别致的烹鲜手法 拆蟹也成了天津厨师常用的方式 蟹壳被叫做蟹斗 取日进斗筋的寓意 将蟹黄蟹肉炒香入味 再装回蟹壳 用打发的蛋清封住开口 入锅蒸熟 浓郁的鲜味被牢牢锁住 吹痰可破的蛋清搭配蟹肉 别有一番滋味